乌塔坊的问题儿童们的第174集预告片中 金中国被任命为该节目的现MC 而其好伙伴宋志孝则作为第一位嘉宾亮相而被受关注 预告一开始 金中国就精神百倍地解说 我喜欢做事有干解 在被要求介绍第一位嘉宾之后 金中国终于去介绍宋志孝了 宋志孝抱怨道 我在后面等了这么久 当他们继续开玩笑的争吵时 两岸展示了他们兄弟姐妹的化学反应 尤其是在即将播出的一集预告中 宋志孝坦率地问金中国 我爸你以前是不是因我而心动 引起了在场的爆笑 乌塔坊的问题儿童们为韩国KBS2 于2018年播出的问答综艺节目 由金龙万 宋恩一 金叔 郑亨敦 敏东京等人共同主持 这次则加入了金中国组为新的主持人 金中国与宋志孝是韩国综艺节目 袁宁曼的固定成员 两人也既由这个节目结缘成为好兄妹 这次宋志孝为了金中国加入新节目而应援 两人名言我一句 也看出两个人之间的好交情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